按照我们刚才讲的 刚才我要补充一下 有句话没说完 就是什么呢 就是看到房地产行业 钢铁行业 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业 一旦那个政府 是这些大的国企的股东 因为政府他拥有很多的强制力 有一个立法权 修改规则的权利 解释规则的权利 解释法律的权利 执行法律的权利 就使得这个国企 他的地位在法院被起诉的时候 或者起诉别人 起诉民营企业 或者私人的时候 法院更多的会偏差于这个国企 所以我们知道 法治的精神最核心的 那个内容是什么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国企民企私人 在法律面前是不平等的 所以就为什么 长此一我 国企进入一个行业 时间越久 那个行业 迫害这行的游戏规则 就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 就不太会继续 是对所有的人 是不是仅限于能源啊 这些行业呢 比方你到第三产业 比方制造业 你看现在有没有国企的制造业 能打赢民企的呢 我前两天 从乌鲁木齐回来 乌鲁木齐 几年以前我住的一个宾馆 这是那个银都大饭店 那个时候好像还不是国营的 现在的话是中国移动 把那个楼前几年买下来了 然后呢 左边看一个宾馆 右边看一个宾馆 都是要么是这个大企业 中石化 要么是那个例外的 其他的大的国企买下来的 你说那些旅店旅游行业 那个酒店行业 这个是涉及到国防 涉及到这个战略安全的问题 但他这样服务量就会下降 是不是 对 所以他实际上的竞争会弱 对不对 所以啊 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说我不懂 但是我听他说挺高兴的 因为他的一个核心观点很简单 就藏富于民嘛 让这个真正的人民 分享这个改革成果 而且呢 我看了看这个陈教授 他写的很多例证啊 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虽然我不懂经济啊 但你看我们这个主持人呢 是琢磨语言的 我老觉得啊 我们受这个抽象的这个词的这个蒙骗呢 太久了 比如说国家 我建议开展一个什么运动 就是把一个每一个抽象概念 具体化的运动 就比如说国家到底是什么 是指谁 对吧 那他 你说我拥有 从哪用 你不然他举一个例子 很有意思 他说中石油的这个股票 如果上升了一块钱 他是国企 那么你会不会觉得 哎呀我可以出去消费 我有钱了 我多花点钱 跟你没什么关系吧 对 但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这个 这个虽然叫国字辈的 但可是他挣了钱 你从来也没觉得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对 是不是这问题啊 对 所以这就为什么这个 我们很多人讲呢 不管是政府决策部门 还是其他的经济学家 业界的都说 中国经济征兆模式 这必须的要改变 要改变什么呢 改变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啊 就总是靠盖楼房 修大的工业项目来刺激经济增长 然后这种大项目 大的工业项目 这个越来越多的结果 让中国经济更多的 这个依赖出口 所以我们现在说 要必须的要改变这个模式 要更多的依赖国内的消费 来带动未来的这个经济增长 中国的经济增长 但是实际上这种愿望呢 表达了十几年 实际的结果呢 民间消费 占中国这个经济的比重了 在过去十几年 不仅仅没有上升 反而还继续在下降 为什么会是这样 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你刚才说的 因为在国有制的安排之下 这么多国有资产和土地 升值了很多 中石化的股票也经常涨很多 那个你像我们现在看一看 这个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行 中国银行 在世界银行的排名中间 按照市值来算的 排在前三名 前三个最大的 就像若干年前的日本银行 那个时候日本的银行都排在最前 但是这些 大的国有银行 这个资产价格 他们的这个市值再高 对中国老百姓来说 对他们没办法产生影响 所以这就为什么 在这样的一个 国有经济的这个安排之下 这些国有资产 再升值 他们赚的钱再多 土地排卖的价格 一百亿几百亿几千亿 再高 不管怎么样 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 没有哪个人说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十三亿公民中间的一个 比如说这个中石油 曾经在有一天 一段时间 它的市值超过一万亿美元 也就是说就这一中石油 一家公司 分的十三亿中国公民 每一个人差不多一千美元的财富在里边 好家伙 然后你把那些银行业加进来 那些国有土地加进来 中石化也加进来 我算了一算 每一个人 大概有几万块钱的这个国有资产 但是这些国有资产呢 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任何中国公民个人 每天到底是可以去一个更好的餐馆呢 还是买更好的衣服呢 不会说啊 因为这些国有企业的资产 今天价格兆呢 我们去多花一点钱吧 多消费吧 这个跟你没关系 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国人都不会说啊 因为那些国有资产 甚至赚了很多的钱了 所以我今年可以多花些钱 所以我从他那学到一个概念啊 就是说我们所理解的 就是说收入啊 就是你工资涨了 你就有收入 收入增长了 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收入 资产性的收入 比如说你这个就像他说的 中石油的这个这个市值 房地产的市值 这个增加的这么多的这个财富 那国家拥有 他拥有到哪去了呢 现在最近我发现了 不只是这些中石化 这个国际化工 化工集团 还有宝钢呢 物钢呢 等等那些公司 能源工业 这些能源工业 也还有很多的非能源工业 也包括这些国有事业单位 不管是北大清华的这些资产 还有这个中国科学院 很多这些单位呢 这个原来的话都是搞实业 但现在的话发现 很多这个实业赚到的钱 对现金再加上这些实业公司上市以后 把他们的股权套现以后的钱呢 越来越多 所以这些事业单位 不要说这些大的国企了 独有相应的这个投资管理部门 基金管理部门 因为他们拿这么多的钱 又不需要上交到国家 又不需要分到这个中国老百姓手里面 而是什么呢 他们自己把这些钱呢 做再投资 要达到这个保值省值的效果 那么我后来就想 我看到这么多的这些事业单位 像中国科学院 也有很多的现金 那些钱的管理的结果 为谁服务呢 更多的是为这个一个小集体 中国科学院也好 北大也好 清华也好 这些事业单位 赚到的钱 基本上在这个本单位里面来使用 而不是按照全民所有的那个概念 让全中国人民都分享到 但你知道老百姓是怎么想的 老百姓一想 不管怎么样 他这个钱虽然我用不到 但他属于中科院 他属于中移动 总比属于 那个富豪榜里边某某人要好吧 那我原则上我同意你的观点 我也觉得我们战略上是国退民进 战术上现在是国进民退 但是老百姓现在的想法是 你以前的国退民进啊 进的民啊 跟他们也没关系啊 那些商人啊 老百姓心里觉得那么多的钱 要是给了商人还不如归在政府名下 他们更相信政府会不会呢 这个是一种很天真的 我知道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因为在过去两年 这是现在很意识形态的一个 我一直在推的一件事 就是要对于剩下的那些国有资产 进行民有化改革 就是通过成立全国的和各个省市的公民权益基金 把那些权益基金的股份呢 按照这个13亿公民每个人一样多的股份的方式 可以翻下去啊 这样的话呢 13亿公民每个人 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 有点乌托胖吧 这样的话让那个中 中好人民公民 我们赞成 我们赞成 这个终于能够享受一点 那个全民所有制的那个好处 我代表人民感谢你 恰恰在一起 十三亿公民 恰后见 对